天高海阔 张修杰 这个访问南韩的日期呢 应该会在今年的下半年 那么现在看来我又猜错了 岸田文雄比我还着急 所以呢 在五月份他就已经到韩国去访问了 接下来呢 访问完韩国之后 尹熙悦又会到日本广岛参加七大工业国的峰会 这次岸田文雄明确邀请了尹熙悦参加 那么所以说在短短的不到两个月时间里面呢 日韩两国领导人有三次见面 这种见面的频繁啊 可以说是超越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日韩两国领导人的互动 讲到我对这个岸田文雄访问韩国的日期预判错误啊 于是有些个别听众可能又会提起来说 你总是猜错一些事情 我想我猜错了岸田文雄去韩国访问的时间 但是岸田文雄访问韩国 不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吗 之前我们讲到俄乌战争的时候 我就讲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 俄罗斯必败 总是有个别听众的 每次节目他都会提醒 你不是说俄罗斯必败吗 为什么俄罗斯还没有败呢 你不是说乌克兰要发动反攻吗 为什么乌克兰还没有发动反攻呢 我觉得这种无聊的问题 我希望这些个别听众不需要再提 因为今天俄罗斯没有战败 不代表他以后在这场战争最终的结局 他不会战败 我说俄罗斯战败是说他这场侵略战争必败 等到这场侵略战争结束的时候 或许是俄罗斯战败 或许是乌克兰战败 我们再在节目里面讨论 为什么俄罗斯我们之前说他一定会战败 其实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 如果你能客观的看一些新闻的话 你应该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就是俄罗斯想达到的军事目的 政治目的通通都没有达到 俄罗斯在欧洲成了一个孤立的国家 我昨天看一个香港很资深的文化人的节目当中 他对这个问题表达的比较激动 因为在台湾有一位媒体人好像叫郭正亮吧 郭正亮应该是中天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当中的一个嘉宾 他在节目当中经常就说乌克兰撑不住了 北约再也撑不住了 美国再也无力援助乌克兰 乌克兰很快就会战败了 说句老实话 我对这位郭先生的节目毫无兴趣 我过去曾经浏览过他几期节目 基本上就是有一种洗脑的方式 用一种假新闻来影响他的受众 所以说我们看待新闻 我想你首先搞清什么是真新闻 你就对现实会有个准确的判断 陈述事实讲出观点 这句话我在节目当中已经不知道多少次重复了 如果你连事实都没看懂的话 你就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发表你的言论 因为你没有事实唯一基于你的言论 当然也就是错的 所以我再强调一遍 这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最终一定会以俄罗斯失败而告终 但是这个失败未必是明天 未必是后天 我们在整个进程当中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真实的新闻 好了 我们言归正传来看看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对韩国的访问 日本首相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到南韩去访问了 那么有些媒体报道说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2018年的时候在韩国举行平昌冬季奥运会的时候 曾经到过韩国去访问 那次访问应该说并不是一个正式访问 只不过是利用到韩国去参加这个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 两国的高层见了面如此而已 但是这次呢 安田文雄到韩国的访问是一式国事访问 之前我们说过了所谓的国事访问 讲的就是两国关系未来有很多重大政策的调整 以及两国未来在合作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话题要谈 就是像尹熙悦到美国访问 就是一式国事访问 那么这次安田文雄到南韩呢 也是国事访问 安田文雄到南韩访问 应该说是日本首相已经事隔好多年 没有到南韩去正式访问了 那么过去为什么日本首相没有正式到韩国访问 只不过是利用一个平昌冬季奥运会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两国领导人能够见面呢 因为日韩两国的矛盾是由历史问题所形成的 即使在二战结束之后 日韩两国有很广泛的经济合作 但是在外交上在战略上呢 日韩两国一直有隔阂 我们知道日本对韩国进行了几十年的殖民统治 在这个殖民统治过程当中呢 就像日本统治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 比如说日本也对台湾进行过殖民统治 在这个殖民统治过程当中啊 应该说日本无论是对当地资源的开发 对当地劳工的使用 并且是在战争当中 征召当地人成为日本军队的成员 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在当地征召 卫安妇等等 这些话题都会令到二战结束之后 日本跟周边很多亚洲国家发生一些 很难解决的难缠的一些矛盾 日本跟韩国也是这样 因为日本在殖民统治韩国期间呢 除了对韩国当地的自然资源的开发 有些韩国人加入了日本军队 有些韩国人呢 被征用到日本去当劳工 那么有很多韩国的这个女性呢 被征召到军队当卫安妇 这些话题啊 每当韩国国内的一些左翼人士 想把它变成一个日韩之间的话题的时候呢 日韩两国的外交关系呢 都会发生一个负面的转折 之前我们讲过 左翼政党的文在寅 在他当总统的几年当中啊 令到日韩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折 但是其实呢 即使不是文在寅 在文在寅的这个前任蒲锦惠年代呢 日韩也会因为历史问题 发生一些比较激烈的冲突 比如说在韩国 有个人叫安仲根 可能了解历史的人都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安仲根是个韩国人 因为韩国被日本殖民统治呢 他流浪到了中国的东北 正巧呢 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东北去访问 当时东北日俄的势力都非常大 但是呢 在日俄的共同保护之下 安仲根还是在重重人群当中 向这个伊藤博文连开三枪 把这个日本前首相给刺杀了 那所以安仲根在韩国人的眼里边 就变成了一个韩国的烈士 但是他在日本人的眼里边呢 他就是一个恐怖分子 刺杀了日本的前首相 日本国内的重要的政治人物 所以在普景惠当韩国总统 他到中国访问就提出来 要在中国的东北 要修建一个安仲根的纪念馆 因为这个话题呢 又引致日韩两国发生了外交上激烈的冲突 后来中国的配合之下呢 在中国东北确实修建了一个安仲根的纪念馆 所以啊 这些历史问题一旦触及的话呢 都会令到日韩两国发生外交上的矛盾 哪怕是在普景惠年代 他跟日本政府就这个二战的一些遗留问题 达成了相关的协议 但是呢 日韩两国还是会因为这些历史问题啊 无论在什么样的时间段 都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 所以说日本跟韩国 为什么在二战之后 虽然同在这个美国的盟友圈里面 但是两个国家的外交矛盾 时不时就有所冲突有所爆发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是日韩两国没有共同的敌人 作为韩国来说 在韩战爆发的时候 南韩和北朝鲜发生了这个战争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日本并没有直接参与 韩战令到日本变成了一个经济腾飞的国家 日本只不过是为美军提供了后勤的帮助 所以呢 大量美军的订单落到了日本企业 让日本在战后有了一个经济起飞的一个契机 那么后来到越战期间呢 就更有意思了 日本和韩国都为美国提供后勤补给 那么令到韩国呢 也加入了这个经济起飞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日本对韩国的经济援助也是功不可没的 所以说日韩两国过去在经济合作上很广泛 但是在外交矛盾上啊 一直没有解决 这是因为两国没有共同的敌人 那么这是为什么可以令到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 在外交上一切的过去的历史恩怨都可以放下呢 当然这是因为中国的关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访问韩国跟这个尹熙岳举行了会谈 这个会谈的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是尹熙岳跟这个岸田文雄 两个人以及个别幕僚之间的这个闭门会议 那么接下来呢 才是双方各个领域的负责人一个广泛的会议 会谈之后尹熙岳在讲到未来两国合作的时候啊 尹熙岳讲了一个非常突出的观点 就是两国未来的合作优于历史问题 换句话来说就是韩国已经明确表态 要把历史问题放在一边 韩国跟日本的历史问题是不是从此就不会再被提起呢 我个人觉得不会 未来随着这个形势的变化 随着整个国际大环境的变化 日韩两国还会因为历史问题发生很多争执 但是到现在目前为止呢 韩国已经表达了这个态度 要把历史问题放在一边 放在一边才能跟日本合作 其实这个尹熙岳访问美国之前已经讲过了 他没有办法用一百年前的事情 要日本现在下跪 说的就是要把历史问题放在一边 而岸田文雄呢 也表达了在二战时期的 在日本在韩国的所作所为 表达了这个痛心 日本首相类似这种表态呢 是过去韩国中国经常会对日本政府提出批评的原因 因为韩国和中国政府 一旦日本讲到历史问题呢 都指责日本不肯为过去的侵略 所造成的伤害表达这个道歉 但是日本政府认为我们之前已经正式道歉过了 不能每一次讲话都道歉 但是每一次提到历史问题呢 日本首相往往用的是对过去的所作所为 深感痛心啊 深感遗憾啊 等等这样的用语 但是这次岸田文雄在韩国同样用痛心来描述 日本在韩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 韩国目前我没看到有什么重要的人物 对日本首相这个表态给予批评 那么当然双方也会讲到了 未来对一些过去在二战当中所造成的 某一些人群所造成的伤害 要给予赔偿 那么韩国也讲得十分清楚了 未来这个赔偿再也不是日本政府的赔偿 或者是韩国政府的赔偿 而是第三方企业自愿给予的赔偿 用第三方企业的方式 把两国因为历史问题的矛盾呢 给化解掉了 两国领导人在会谈的时候呢 也讲到很多十分敏感的话题 比如说高科技半导体方面的合作 那么日韩两国元首在高科技合作问题上 达成什么共识 而这个共识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我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日韩两国领导人在韩国见面 这是日本首相对韩国的国事访问 那么在这个国事访问结束之后呢 很快在日本广岛要举行七大工业国峰会 日本首相已经邀请了隐屈参加 这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边呢 日韩两国领导人第三次见面 第三次会谈 那么可见呢 现在日韩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之前我们讲过了 日韩两国在二战结束之后一直有外交矛盾 在这个国际战略上 两国并不太一致 但是现在呢 两国的国际战略越来越一致了 这是因为有美国在从中撮合 美国一直希望韩国和日本达成一个战略同盟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日韩两国加上美国所达成这个同盟呢 很明显目标就是针对中国 所以这次日韩两国的领导人在峰会当中啊 讲到了很多敏感的话题 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日韩两国在高科技领域 在高科技产品上的合作 隐屈越在这个会谈当中啊 直接说韩国的半导体制造商和日本的材料 以及零组建的企业呢 可以合作 合作组建一条坚韧的供应链 我们知道生产供应链转移 现在是美国遏止中国发展 打压中国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实施起来呢 过程很漫长 这个细节呢也很复杂 而这次日韩两国在半导体工业上的合作呢 就是转移生产供应链 一个非常具体非常有效的一个步骤 所以说这次岸田文雄对韩国 为什么是国事访问呢 因为在未来的国际战略上 在外交政策上 日韩两国将会高度一致 而这个高度一致的目标 就是在美国的统合之下来对付中国 隐屈越还说啊 日韩两国在国防经济全球性的议题上 必须密切合作 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 大家不要轻看隐屈越这句话 所谓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 我们之前讲过 隐屈越在美国国会演讲 提长津湖是有深刻的用意的 那么这个所谓协调一致的反应呢 也是有深刻的用意的 这个用意是什么呢 现在在整个东亚地区有两个战争的热点 一个当然是台海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朝鲜半岛的核问题 隐屈越这个说法 无非表达一个态度 一旦朝鲜半岛的核问题 引发了南北韩的冲突的话 日本和南韩和美国 要有协调一致的反应 我想这一点问题是不大的 那么另外呢 就是在台海 如果一旦台海出现战争的话 那么日本说过了 台海有事等于日本有事 而隐屈越向日本也表达这个态度 如果说协调一致反应的话 那么既然在这个朝鲜半岛上 双方应该有协调一致反应 在台海问题上 甚至在南海问题上 日韩双方也应该在美国的统合之下 有协调一致的反应 我想隐屈越表达的就是这个态度 那么另外呢 两国领导人还提到了 日本向太平洋排放这个核污水的问题 我们知道日本向太平洋排放这个核废水啊 是经常会引起周边国家批评的 包括南韩 过去也在这个问题上啊 态度十分强硬 但是呢 这次两国领导人见面之后 韩国会派出专家到这个日本去考察 考察日本向太平洋排的这个核废水 到底对这个周边的环境 以及对海洋鱼类产品的影响 那么我觉得这次考察 最终呢 可能会令日韩两国在排放核废水 这个方面呢 达成谅解 除了之前我们说过的相关话题之外呢 在这次尹熙悦和岸田文宣会谈当中啊 尹熙悦还提到了一个也非常敏感的话题 就是美韩两国发表的华盛顿宣言 我们知道华盛顿宣言呢 按照韩国政府的说法就是 韩国已经不再希望中国能够用自己对北朝鲜的影响力 来解决朝鲜半岛的核问题 所以呢 美韩华盛顿宣言说的就是 美国要派一艘俄亥俄机的潜艇 驻扎在南韩 一旦这个北朝鲜的核武器有先发之人打击南韩这种迹象呢 美国很可能就会有反制措施 那么尹熙悦在跟这个岸田文宣会谈的时候啊 也表达了一个态度 不反对美国加入这个华盛顿宣言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因为本身华盛顿宣言指的就是美韩双方为了遏止北朝鲜的核问题危机 派一个打击力非常强大的俄亥俄机的核潜艇部署在南韩的釜山港 或者附近的海域 那么对北朝鲜呢 产生一个核威胁 那么如果日本也要加入这个华盛顿宣言的话 而韩国也不反对的话 那么换句话来说 就是未来在对北朝鲜的军事威慑方面 日本也可以加入 日本凭什么可以加入这个华盛顿宣言呢 因为日本不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而应对北朝鲜最重要的是核武的威慑 尹锡悦这个说法 我个人觉得是日本在军事实力上可以预期 它将会大大增长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现在正在准备修改和平宪法 日本现在新一届的参议院选举执政的自民党又获得了胜利 这为未来修改宪法呢 铺平了道路 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因为在日本国内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但是随着自民党执政越来越稳固 随着美国的支持 我想在今年之内 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将会有一个实质的进展 那么如果日本的和平宪法被修改之后 日本就变成一个拥有正常军队的国家 这对南海来说 如果能够联合日本的军事力量来威慑北朝鲜的话 这当然会令到韩国觉得自己更加安全 军事实力更加增强 我们在观察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韩国同事 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些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韩国的外交部跟中国的媒体发生了冲突 为什么韩国的外交部跟中国媒体发生冲突呢 中国的环球时报在影视月访问美国之后 发表了很多篇文章来批评和攻击影视月 韩国的外交部怎么说呢 韩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向环球时报发信 对环球时报批评影视月访问美国的一些新闻呢 提出了抗议 韩国大使馆怎么说呢 韩国大使馆说 中国的媒体用低俗到难以启齿的语言来攻击韩国总统 这令到韩国无法接受 韩国大使馆还发出了疑问 他说如果韩国的报纸用同样的文字 同样的语言 同样的形容词 来攻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 中国人民能够接受吗 韩国大使馆希望环球时报能够换位思考 当影视月访问美国结束之后 中国很多的官方媒体 包括一些网上的自媒体 对影视月呢 给予了强烈的批评 说影视月什么没有骨头啊 最没有独立的这个民族精神啊等等 韩国大使馆当时就回向 说如果中国能够解决北朝鲜的核问题的话 那么韩国就不会跟美国有这个华盛顿协议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就是中国把韩国逼到了和美国站在一起 但是我们更加关注韩国美国日本形成同盟的话 这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从这个地图上看呢 在整个东北亚地区韩国和日本 我们把它看成两扇门板的话 如果这两个国家形成同盟 那么未来中国想通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和俄罗斯的海军发生联系发生合作的话呢 这两扇大门会让中国彻底被堵在了整个俄罗斯太平洋监队之外 中俄两国没有办法利用对马海峡 利用日本海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连接 所以说韩日的结盟是围堵中国的两扇门板 除了这个地理意义上两扇门板之外呢 韩国和日本之间在高科技领域上的合作 特别是在半导体行业的合作 也可以令到美国建立的排中国的生产供应链迅速形成 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也会产生影响 所以这两扇门板堵住了中国在半导体企业 在晶片企业上发展的空间 那么除了这两扇门板之外 现在美国恐怕最关心的还是另外一扇门板 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今后 在国际局势当中 如果菲律宾跟韩国日本一样 更加坚定的站在美国的一边 菲律宾日本这两扇门板呢 又封堵住了中国通往太平洋之路 那么令到美军在太平洋对中国海军呢 有更强力的这个制衡能力 所以说现在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 这几个国家对于未来美国 遏止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 将会至关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最近频频的来出访亚洲 在七大工业国会议之后 拜登还要到这个太平洋岛国访问 美国对这几扇门板 未来在围堵中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很明显有着长远的计划 好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